保姆 保姆吗 面对媒体从神隐变成躲避 家长把宝贝孩子送到保姆家托月 没想到意外昏迷 保姆做完笔录后 躲在家中不肯吐露枝字片语 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木栈保姆家中 八个月大小男婴突然吐奶爆枯 四肢瘫软无力 家人从保姆家中紧急将孩子送医 却发现炉内出血 疑似受到外力介入 不排除遭虐 男婴从三月份开始送托 六月二十五号下午 午睡羊躺却突然大哭 保姆通知家属之后 爷爷火速把孩子送去医院 但情况相当不乐观 转院救治却发现炉内出血 开刀后昏迷指数只剩下三 家属气愤报案提告 指控保姆虐婴 邻居们口中的好保姆 是持有证照的合格保姆 却传出有虐婴可能让人不敢置信 持续联系这名谈性保姆 一听到是媒体立刻挂上电话 究竟是心虚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 就等检警调查厘清是否业务过失 夺走八个月大男婴的小小生命 记得杨周旋和慧荣台语报导 好 谢谢大家